小朋友的这个耳道窄啊 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东西 看上去就像是把外面全部堵满了 其实孩子的这个叮咛啊 往往没有成人的多 而且量也不如成人的 你看这么大 好像堵的挺满的一块 真真清出来就这么点 而且是不是要清理 也要看孩子能不能配合 有些孩子特别恐惧 刚坐到这就开始又哭又闹的 那个就不要强行去弄了 人家很容易损伤这个外耳道啊 你看刚才那个有点虚 这样建一点 感觉到模糊 远了好点 这是那小勾支 我们那勾支体积非常小 也就一行米多一点 这个为什么总是有点虚 贴近了也是虚 好吧大概就看个大小就行了 就这么点小 其实对孩子的体力影响很小 也不一定说非要强行的去处理 这个孩子是挺老实的 今天来了两个小朋友都比较勇敢 以前曾经碰到过 小朋友上来就又哭又闹 人灯带踹 那个不能靠摁着的事 好吧 utyазд改变了 驰人灯带特勇gen 明镭绩 顺点生